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化不良 化下分化不良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瘦花 瘦果 也就是说出现浆果 另外呢 就是光照不足 如果说是出现连续的阴雨天 这个气温又比较低一点 你像现在是冬天 它也会造成这个草莓的浆果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看我们是怎么解决呢 看到这个电线了吧 这有灯泡 我们晚上的话呀 就把这个灯给它打开了 灯打开之后 一个是增加这个棚里边的温度 你看开业平均这个气温能增加个两度左右 再一个呢 也多少增加一些光照 这样的话 也能改善这个草莓的浆果 另外呢 就是水肥过大 水肥过大之后 它就会造成这个花下分化不良 一个是草莓不好吃 再一个就会出现畸形果 但是呢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说一直不浇水 也要适当的控制一下水分 不能大水去浇 但是在汗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去浇一下水 因为在干汗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浆果的问题 你看咱们这个草莓上市应该是有一个月了 现在是第一变水刚浇完 这个畸形果还是比较少的 咱们总结一下 就是预防这个浆果 首先就是要控制温度 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 咱们要及时的去通风 如果说温度过低的话 咱们就要采取这个增温措施 你比如说晚上用这个补光灯 我们是用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无丝灯 或者是用增温块去增加棚里边温度 如果说是光照不足 就要适当的去用补光灯去补光 再一个就是不能大水浇 也不能干汗 只要是做好这几点 基本上这个草莓的浆果就非常少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这个冬天这个温度非常低啊 很多蔬菜就会出现冻害 特别是一些不吃太细心的种植物 有时候稍微不剩就会造成这个冻害 你像叶菜类的 这些还稍微好一点 特别是像黄瓜了 番茄了 这些作物 如果说受到冻害之后啊 问题非常严重 今天咱们就聊一下这个 出现冻害之后咱们怎么去解决 首先呢 就是这个温室里边 如果说是出现冻害了 不要说马上的去关这个风口 因为你如果说是马上关风口之后 这个大棚里边的温度它就会迅速上升 迅速上升的话 这个蔬菜等于说它在受冻的环境中 它还没有缓过来劲 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脱水死亡 你像咱们平时种这个花花草草 为啥它要一点一点的适应温度 如果说是你突然从这个冰天雪地里边 搬到这个温室里边 或者说搬到屋里边有暖气 这个花草草就立马就死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咱们应该是先保持这个通风 大棚里边的通风 到太阳升起来之后温度上来了 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去关风口 这个时候也不要说一下子关风口 另外呢 就是增加这个棚里边的湿度 增加棚里边的湿度 它可以抑制这个作物受冻之后 它这个水分的蒸发 再一点呢 就是适当的去减除这个受冻的一些枝条 因为一受冻之后这个枝条已经坏死了 这个组织已经坏死了 把它剪掉之后 也要能减少这个作物水分的蒸发 再一个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适当的去灌水 因为灌水之后 它能保持一个地温 这样的话 一个是缓解动害 再一个避免下一次动害的发生 如果说咱们遭出现动害之后 可以利用以上这四点 去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分享出来 我是翔子 今天咱们做一个实验 我手里边拿的这个是零三二星甲 这个是白糖 做什么实验呢 这会儿先卖个关子 先把这个零三二星甲给它稀释一下 这是50克零三二星甲 然后白糖 大概用上100克 大致上估算一下就可以 把它搅匀 把它搅匀 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偏方 也只能说是偏方了 因为这个用的东西比较常见 就是用这个红糖加上零三二星甲 我们今天用的是白糖加零三二星甲 因为这两种东西复配之后啊 在这个蔬菜上面 使用之后效果非常好 它主要就是增加这个口感 和这个改善做过的营养 咱们先去找芹菜 在芹菜上面打一下 因为有一些种植户 我之前说过这个配方 然后种植户担心这个效果 今天咱们就实地的做一个实验 然后过几天过来看一下 它长势有什么区别 这一席是这个咱们种的芹菜 然后呢 我计划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庄开始 然后打里边的 外面的不打 然后过几天对比一下它的长势 零三二星甲这个在这个芹菜上已经喷过了 为啥选芹菜呢 因为这个做实验的话 还是在叶菜类的作物上用的话 表现的速度会快一点 更加直观一些 所以说咱们在芹菜上做 过一个星期以后 咱们再看这一片菜 看看这两块它有什么区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这个进入冬天之后 这个温度非常低 很多这个蔬菜种植户 特别是就是这个温室这一块 也是非常忙的一个季节 大家都知道 到冬天之后 这个阴天和下雪天特别多 你想下雪的时候 那它肯定没有太阳 是吧 然后就是阴天也非常多 没有阳光的时候 很多种植户就习惯 就是把这个棉被 早上起来之后 看着没有太阳 就把这个棉被 就是在这放着 也不揭开了 就在这扔着 反正也是没有阳光 其实呢 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为啥呢 就是这个作物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要释放这个能量和二氧化碳 然后呢 到白天之后 它需要去进行一个光合作用 它释放的二氧化碳 恰恰就是 更利于这个作物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说是你早上 或者说是白天 这个棉被在下面放着 没有一点光线 那它肯定就是没有 任何的光合作用了 但是呢 如果说是阴天或者下雪天 就是下了小雪 咱不说大雪 在下小雪的时候 这个棉被揭开之后 它虽然说是没有阳光 但是它还是有光线的 因为毕竟这个白天 它有一定的光线照进来 这些散光 恰恰也是能够让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 所以说呢 咱白天不管是阴天还是下雪天 最好是把这个棉被揭开 让它作物进行一些光合作用 因为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盖着棉被的话 这个作物 它会一直的去释放二氧化碳 但是它吸收不了这个能量 它没有营养积累 这样的话就造成这个作物 它的抗逆性非常差 而且它体内这个营养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会造成它这个长势非常差 甚至说是倒伏的情况 或者说是会出现这个土长 净杆纤细 这些情况都会发生 所以说咱们种植户 最好就是在这个下小雪的时候 或者说阴天的时候 只要说棚里边温度不是非常低 尽量的把这个棉被给它揭开 如果说温度低的话 最好是在棚里边加一些增温措施 也不要说一直盖着棉被 这样的话对作物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 希望咱们今年能够注意这一点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知道该去怎么做